你好 我是卖饭好运来的大头阿喜 有请我们的半元气王 咕咕 手机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 龙年这一年来到了泽泰岁 终于可以摆脱之前泽泰岁的那些 很玻璃的局面了 那今年依然是会有少数的人 会面对一丢丢的 猴子的部分 你就要曾经炫上的稳稳的幸福 是 那另外有小号星 是小破财的 建议你做一点草莓 还有 今年会有这个闲池桃花 是短暂的桃花来的 小心 你会陷入三角关系 那今年家宅运的部分 要领域你家里的那些长辈们的身体健康 可以的话 就装修一下你的家 去增加家宅运 你学会了吗 熟狗的朋友在农年 因为你有冲泰岁的 所以你的生活很不稳定 财运方面 因为今年有大号星 大号星是什么呢 就是大破财的星 有大破财的星 不用讲了 今年很容易破财 所以不要乱乱花钱先 不要去做高风险投资 听到吗 要去做生意的朋友不是不可以 小心点 因为在太岁年 很容易做错决定 我跟你讲 如果平时有投资基金的朋友 今年一定一定要采取这个保守的方式 我建议你去做你最熟悉的投资基金 不要这样给播去做那笔不会的东西 还有这个 你给我听进去 你真的真的真的要听进去 千万不要去做别人的资金 那个钱你借出去 分分钟意气不回头 我跟你讲 今年要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想去刺什么 去刺 想去哪里 去罢了 因为去走动花钱 就会应验了这个破财心 就OK了 最重要是什么 保持心静平和 自自然然 那个身体就健健康康 听到吗